也大醋醋 大家好 我是小妖狐编 一个乐片无数的编剧 今天绝对不是一期狗粮视频 而是一期 尴尬对决 最近我发现 B站很流行挖掘那个up主的黑历史 那我在网上呢 也是找到了很多 醋醋的黑历史 我的黑历史都so easy了 你无非就找什么吸血鬼男友破绑我呗 我就是楚以涵 吸血鬼女友移动血裤 怎么了 我自豪 我是吸血鬼男友 我自卑 我今天准备的素材 绝对能让她尬到原地打洞 我的视频能尬到她 眼睛跟我一样小 怎么说 那我们就上正片 这一期少儿节目的视频 是醋醋在大三的时候 掐饭的 你先看看 直接来试试看吧 你看你把小朋友尴尬成什么样子了 不是这我都看过好多片了好吗 这不是前段时间大家都看过了吗 没意思 这只是一个前菜 换脸 小厨师 小厨师 你在哪里找到了这个 早饭时间到了 我们一起来做三明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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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早上从来没做三明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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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节目里寻假宣传 你 laugh 这什么危险动作 鸡蛋鸡蛋 鸡蛋 Ik tecn 签一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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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스�lar 抓 抓 撒辣酱 撒辣酱 吉吉 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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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下去 牙下去 不是 这个怎么拍的我这么矮 像五五身材一样 你本来就五五身材 不是的 不是的 不是真的 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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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到了到了 点大厨 杨开泰 你当年这个发型 不是 你这个发型是谁 大家好 我是点大厨的杨开泰 让生活来点大厨的味道 点大厨是连接烹饪达人与吃货的味道 你当年的脸这么瘦吗 你为什么现在变成这样了 对比一下 天哪他 他自己的脸是这样的 他自己的脸是这样的 为什么我这么黑 现在变成这样了 我有点尴尬 能满足他们这样的规格 规格 另外我们发现厨师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者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挖掘他们 使美食背后更有一个能力 你为什么眼神一直在盗票 哪有 你是不是新师 我以前眼睛好有点大 还有个特写 我们要做一群三人的计划 我以前眼睛有点大 真是真的吗 我们是一个纯球联合的团队 我们一直在努力 也希望各位前辈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支持与帮助 谢谢大家 这个完全不干嘛 你当时是怎么想到去拍这么一个节目的呢 当时学校里面就有个创业比赛嘛 然后我们就自己捣鼓了一个项目 然后我为了大力宣传这个创业项目就在网上报名参加了这种活动 那后来那个投资人给你投钱没 后来我面对的那些投资人是IDG的张苏阳 然后金沙江的朱孝虎 他们一看这个项目就 这是个 培本没吆喝的项目是不是 后来就 凉了 凉了 牛的 但是有一说一啊 我觉得年轻人如果想选择创业的话 我觉得有两个时间段是最好的 第一个时间段就是你在大学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压力的 然后你可以放手一搏 然后第二个时间点我觉得比较好的就是像 促促他这个年纪 对啊 就是这个时刻 什么意思啊 在40 在什么年纪 在30 我又的这个年纪 你能不能闭嘴 在这个年纪的年轻人 他们其实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社会阅历 然后他们这个创业可能更容易获得成功 但毕竟创业是一个九死一生的事情 还是要好好考虑清楚的 然后最重要的是要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到我了 你在影视圈除了留下这个 我的吸血鬼男友 我又找到了一部可以与这部剧 比肩的嘎剧 女娲成长日记 我们话不多说 一起尴尬吧 哇 这个演技 丝毫不输当年 我的吸血鬼男 找我有事吗 老妹 你在怎么了 我在学校呢 哥 我还有事 我先挂了 哎 哎 我这个大爷很牛 我跟你讲 但是你别说你那个时候 颜值很巅峰 不会吧 我觉得这个剧拍的 我当时觉得好丑 我都不敢看 这个不比我的吸血鬼男友好吗 真的吗 只要我们拿到想要的 你看啊 我当时这个眼睛为什么睁不开呢 就是因为我那个地方我一直就面对着阳光 你知道吗 然后我跟导演说了 我说为什么不让对面那个墨镜大叔对着阳光 他都戴着墨镜了 为什么要让我对着阳光 他黑道的脸 但是 他们就让我坚持一下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当时有多难吗 我知道了 你看 你的眼睛没有睁开 但是你鼻孔睁开了 哇 我们正被扎走了 我走 BGM想起来了 你在搞哭泻吗 我看你有没有眼泪 没有眼泪 哭不出来 假哭 职业假哭 我下次要出一期这个 女娲群长日记的那个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来听 你告诉我你还演了什么戏 不是我就演过这么三部剧 真的都被你们挖完了 太可怕了 不过粗粗是一直不想演剧的 她想躲在幕后 对 我说实话 我觉得我长得很丑 但是浪费了你这一生 尴尬演戏细胞 我都服了 我真的很尴尬 好吗 而且我演这些戏 我真的浑身难受 我天哪 所以我可能这就注定了 我成为不了一个演员 但你在B站演戏 不演得很开心吗 我可能就擅长演一些大剧吧 你这个还不干嘛 对 这个还没有发挥出我尬的机制 最后我还翻到了小阳同学在大学时候写给我的一首情歌 大家想不想听一下 那个时候我们俩还没弹呢 然后他就主动跑过来找我说 我写了一首歌曲能不能找你唱一下呀 你那个时候怎么就知道我当时是一个唱歌很好听的人呢 我承认当时我有赌的成分 不知道你会把那歌唱成什么样 我那时候好歹也是古风圈一只花好吗 这是的 我好歹我吃醋的雪剑 鼎鼎大名 在古风圈还是有一定地位的 虽然就这么一点地位了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一下吧 我刚咬 哇这个在武姓上现在还能搜到君知否 竹虎所喜笑 孤灯影宫桥 幻影木极草 童话海啸 标起高了 谁在春擦场 幽然有色谎 离别的开场 空宿时光 雨柴不成霜 松手买美妙妆 春风光 花凉相望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黑历史 嘿嘿嘿 就到这里了就结束了 觉得初足那个歌唱得好的 就给他一个一键三连 耶 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